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大家来看一下 有学生写字非常的工整,短整 但是老师却说这样写不好看,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这样写,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利用书写规则来给它们纠正过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改才能让它们变得更好看 首先第一个,苍字 苍这个字,大家看一下 其实拿到这个苍字,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 这个字里面它有匹纳组合 所以我们在写带匹纳组合的字的时候 记住,匹纳组合一般是作为主笔要伸展出去 所以苍这个字,匹纳要放开 那匹纳作为主笔横向展开了 那其一的部分要怎么样,横向收紧 横向要收紧,所以草字头要窄下部的 横者沟,包括树丸沟都要窄 来突出主笔这个匹纳组合 也就是说它的主字关系你要给它强调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苍字的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主笔是匹纳 那你看上面草字头就不必要写这么宽了 是吧,草字头要写窄一些 你看,两树往中间聚拢 然后你看,匹 往外展开 然后纳化,往外伸展出去 你看,匹纳放出去 然后你看下部的横着钩 好,往里收 然后你看,树,弯,钩 好,然后向上出钩 这是苍字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匹纳,竹笔伸展出去 匹的部分收紧 这个字你看它更有 主心骨,看上去显得主刺分明 比较好看一些 那第二个林字 你看它什么问题 其实林这个字啊 整个字形可以说 它还是比较松散一些的 而且在这个字里面 它也是主刺关系非常不明确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林这个字 我们判断一下 它是左右结构 那左右结构的字 大家注意 右部有树向笔画的时候 不管是树或者是树钩 只要是树向往下走的 你记住 右部的树向笔画 一定要放出去 右部有树向笔画的话 一定要放出去 那右部树向放出去的话 左部要怎么样 左部就得收 左右结构的字 它是有这个对立的关系的 就是说右边如果放的话 左边就要收 如果左边放 一般右边要稍微的怎么样 收着写 那你看林子 右部悬真树 它是树向展开的 那你左边就一定要短一些 来突出竹笔 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林子的写法 左部你看 左部内容我们要收集 首先撇往这走 好 然后点 然后你看点 横撇 往这儿 然后再来一个点 这是左部 你看整个收紧 然后右部横撇 好 弯钩 往外 然后往回出钩 好 然后你看 主笔悬真树往下放 往外伸展出去 往下伸展出去 你看这是林子 林这个字 你看悬真树放开了 然后你看 左部要收紧 左边高 右边跌 左边收 右边放 这是林子 你看你要强调出这个收和放的关系 左部是不能写这么松散的 它要收紧 因为右边要放出去了 明白吧 那你看 这个第三个 叶字 大家看一下 叶这个字 其实 某一看上去的话 这个字看上去挺端正的 但你又没有发现 这个字其实也是 比较松散一些的 这个字 它中宫收的不是很紧 中间这一块 大家看见没有 那我一说中宫 可能很多人 不了解什么是中宫 其实我们说的 在汉字里面的中宫 是指一个字的这个 重心 它这个 比如说叶字的重心 在这一块 是吧 那以这个重心为 中心点 区域的笔画 围绕这个 这个区域要怎么样 要收紧 要收紧 然后呢 该放出去的 你要放出去 该收的部分 我们要收紧 那这个字你看看 它这一块没有收紧 所以这一块呢 那该放出去的 又没有放出去 它也是收放 非常不明显的一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叶子 首先你看点 然后呢 横 往上倾斜 注意这个横 不要写平 因为写平的话 大家注意 这个字写太平 会显得比较呆板 无趣 少了一些动感 那你看这个横 我们给它斜上去 那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看撇画 往这走 还直一些 然后你看竖画 直行往下 好 然后你看这里面 内容来了 撇 横 撇 往这走 注意横要短 这个横要短 因为这里面要瘦一些 然后点 好 纳画 往外放 你看纳画往外 伸展出那角 大家看一下 这是叶子书写 这里一定要给它收紧 然后呢 纳画你该展开的 要展开 撇往这走 纳往这走 然后中间这一块 我们要给它收紧 这是叶子书写 那你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炮字 炮 炮这个字 大家看一下 他右部这个包子 也是收放关系 没有给它体现出来 其实我前两天 才看到一个 一个朋友 他写这个他字 他字 他就是 这个字的主词关系 没有写出来 女字旁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写的女字旁 你看也挺规范的 但是呢 你看他写到右部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就是这个野字 你看就好像我们写这个包子一样 他这里 你看收 没有收住 放了又没有放开 就写成这样了 其实这个包子和 你看这个野字 是有一样的问题的 你这里该收的时候 这个框架要收紧 然后弯钩该放的时候 你要给它放出去 像这里字 不是说左右两边各站 你既然右边要放 我跟你说 左边你站的空间少的这一部分 你就往左边来 然后呢 你看包子更靠近树中线 甚至超过它 然后弯钩往右边伸展出去 你看比如说 我们先把包子 你看我们来写一遍啊 右部的包子 大家看一下 你看撇 我们单独写包子的时候 你也是不能给它 往右边去写的 因为你看树弯钩 是往右边伸展的 所以你看 它要超过树中线 好 往外放你看 向上出 可以没有 这里该收的 你要收紧 横折钩这里要写小一些 而且折钩往里内收 这样的话会让里面空间更小 更紧凑 然后弯钩往外放出去 收放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那你看这个包子怎么写 点儿 撇 然后你看 撇点儿 看见没有 这个火字旁要小一些 你看要窄一些 你看撇 然后横折钩 好 我们收紧一些 好 从这个撇的尾巴这 我们写横折 好 泡子 往外你看伸展出去 往外放 泡子大家看一下 它是要放出去的 一定要注意 左小靠上 然后你看右部 该收的要收紧 弯钩该放出去的 要放出去 你这样的话 你看整个字才是居中的 是吧 收放对比才是鲜明的 一定要注意 其实像这类字 你看我们今天 给大家分析的像这类字 它其实就是主要是 它的这个收和放 没有处理好 收和放 我昨天才 收到一个网友的问题 就说老师 我这个字写的太小了 是不是感觉有点太拘谨了 其实我当时想给他 我当时就给他说了 我说你 你的字的拘谨 和你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和你的收放有关系 字写小一样 也可以写的舒展大方 是吧 即使你把字写的再大 如果你这个收放关系 没有处理好 看上去也是一个 混沌的整体 也是感觉不舒展 不大方的 明白吧 一定要去抓住 它的这个收放的关系 好 咱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